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惜凡此老李在比斯麦面前显摆时 却被偶像喝了一盆冷水 你是中方比斯麦? 不过却忘不到欧洲李鸿刚的车 无度有偶 号称明智维新地狱政治家 有明智维新三杰之称的大九保丽聪 也自取为东阳比斯麦 幸好他没有年轻幼稚甚至愚蠢到跑去德国自取其一 但是这位首相的声名卓著可见一斑 那么本期节目 我们就从这个被东西方熟知的人物身上来解读 这场可歌可泣的王朝战争 在此之前 需要首先介绍一群倒霉鬼 那就是德意志的资产阶级们 这些资本家太不幸了 当他们诞生之初万分弱小的时候 需要国家保护扶植的时候 需要大型且稳定的市场和消费人口 来刺激生产和成长的时候 德国却四分五分 国民在死亡线上挣扎 各个邦国睡至五花八门 根本没有和平的环境和稳定的市场和消费人口 而当德国走上正轨 统一在即的时候 距离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也没进去 因此 在这些倒霉的资本家们 弱小且无力承担统一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 德国的统一之路便出现了偏差 以英方美等控制国家的资本不同 弱小的德国资产阶级 不得不寻求强大的 有希望统一德国的势力的支持 与庇护 因此 当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后 领导并组织了关税同盟的普鲁士 便成为了这些资本家们眼中的名誉之心 普鲁士在政治上统一德国的事迹逐渐成熟 而完成这一位爷子 就是在今天被称为铁学宰相 德国的建筑师 德国的领航员的老托峰比斯麦 比斯麦出生在布兰登堡一个世代荣客的家庭 他的母亲则来自有名望的资产阶级家庭 在后来的求学生活中 比斯麦深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很影响 但同时作为一名荣客 特有的心得特点 在他的身上也深有底线 重视行动讲究现实 意志坚强 富有感情 伟达目的不择手段 并且性情暴力 干劲十足 他在大学至少参与过13次决斗 大学时光 几乎都花在酗酒和女人身上 但他却具备整个时代都少有的才能 他具有估量对手的超凡能力 是当时一流的政治家 军旅生活资予他坚强的意志和果断的执行力 更重要的是他既是一名荣客 同时也深受资产阶级影响 了解国内统一大潮的汹涌 因此当1862年9月 比斯迈出任普鲁士首相后 他便认定 德国统一已经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考虑 在这种形式下 有勇气搪毙挡车的 此生下惧怕失去政治特权的 德意志和邦国统治者 而自认为是下棋者和德国和法国 由于这种现状的原因 比斯迈特别欣赏 著名军事业文家 直到塞维茨的关系 认为德国统一的道路有 且只有一条 用德国的剑 由一个邦 支配其余各方 1862年9月30日 出任首相不久的比斯班 在普鲁士议会上 发表了著名的铁血友说 他声称 当代的重大问题 都是通过演说 和多数人的决议所能够解决到 而是要通过铁和血缘 正是沿着他指引的方向 则一直开展了统一的历程 一年后的1863年秋天 比斯迈在枪口指向了和地方的丹麦 丹麦依照在1853年签订的 《伦敦议训书》的规定 也许勒苏伊格 赫尔斯泰因 劳安堡三个公国结盟 其中后两者的居民 基本都是德意志人 而前者杂局着德意志人和丹麦人 同时三个邦国中的两个 同时也是德意志帮连的居民 1863年11月 丹麦意图合并 和这个本地关系 冲通复杂地区的行动 引起了轩然大波 毕竟丹麦人在这三个邦国中 人数占比并不高 却要强行吞命在德国人眼中 属于德国的地盘 这简直是其次大力 在德国人看来 德意志一盘散沙 被法国欺负 被俄国压迫 被英国遥控 已经够惨了 但小小丹麦 居然也敢期待德意志头上 耀武扬威 简直不可饶恕 丹麦的行为激起了整个 德意志民族感情的巨大浪潮 比斯麦借势而喜 打着维护1853年 文文艺议书的喜好 堂而皇之地 避免了用法格的干涉 他还拉上奥地利一起行动 奥地利带入比斯麦的节奏中 让普鲁士掌握 德国统一运动的领导权 同时埋下对澳战争的隐线 还可以掩饰普鲁士 吞命这三个小公国的隐心 所谓一九国的 法鲁两国在三个月后 联合进攻丹麦 迅速击败丹麦 或使丹麦政府交出这三个公国 之后 比斯麦根据经验得出结论 要实现普鲁士主导下的 德国统一 必须用尽手段 排除奥地利的组合 因此 在如愿获得三个公国 以统一领导人的声望后 普鲁士尚未冷静的枪口 便对比奥地利 比斯麦首先在外交上 孤立奥地利 由于克利宫战争中 奥地利制行法 阴了毛子一旁 寄宠的毛子们 自然而然地站在了普鲁士一边 而对法国 比斯麦和康塔人之谈 表示将承认法国对比利时的战友 而法国的拿破仑三世 眼见相互 利欲虚心下 表示不会站在奥地利一边 比斯麦还笼络了 希望从奥地利手中 收服威尼西亚的意大利 以至签订同盟条约 德国人果然对意大利 有非同寻常的感情牙 从巴巴罗撒到元首 罗马人不知道哪来的魅力 总让德国人凑上去 在一切准备究绪后 比斯麦就是重提 向奥地利提出了貌似公寓 但实际绝不会接受的条件 要求将德丹战争中 获得的两个公国 交给普鲁士管 但普鲁士保证 不会合并这两个公国 奥地利则对普鲁士 吃毒食的行为 表示安哥人 向德意志联盟表决 公投两公国的前途 意图让普鲁士 以德意志联盟为主 比斯麦则表示正中下回 以奥地利毁约的名义 命令普鲁士进军赫尔斯坦因 而在德意志联盟 通过反对普鲁士的一押后 普鲁士则以联盟越权为由 解散联盟 在德意志联盟解散的第二天 普鲁士进军萨克森 意大利加入普鲁士一方 从南方牵制奥地利军队 1866年7月3日 普军在萨多瓦战役中 取得了对奥地利的决定性手机 在战后 比斯麦展现着极为灵活的政治手段 他不禁阻止了普王威廉伊士 要禁军维也纳 羞辱奥地利的计划 还签订了一项对奥地利 十分宽松的合约 在他看过 奥地利已经不是普鲁士的对手 不再具备威胁普鲁士霸选 并统一德意志的力量 真正的威胁 则来自欧洲列强的干涉 首先就是法国的威胁 因此必须尽快收手 带着达到战略目的的战果收场 河奥战争的结果就是 产生了一个北德意志联邦国家 为德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同时北德意志联邦和南德克邦国 缔结了统一关税和贸易措施 从而达到李斯特所说的在政治统一前 率先实现经济统一 在德国实现政治军事统一之前 经济上已经率先形成统一的全德国机构 同时奥地利被排除在德意志之外 只是继1648年瑞士脱离德意志之后 又一块重要的德意志土地被剥离出去 奥地利帝国由于战争失败 国内矛盾被激化 被迫对地主贵族作出妥协 将奥地利帝国改组成 二元制君主国奥匈帝国 奥匈帝国奥匈帝国的建立 不仅标志着奥地利帝国主义 资产阶级改革的完成 也标志着佛奥两国主导 德意志的历史 就此一步 布鲁士统一德国的时机进一步成熟 而为此也无需惧怕一场仇法战争 由于法国的干涉 德意志南部四个邦 依然滞留在北德意志联邦之外 其中就包括今天为人熟知的 八村马达制造厂 宝马的所在地 被称为拜仁的巴法利亚 法国皇帝拿换了三十宣章 德意志应该分为三块 永远不得统一 如果把南德意志哥邦国 拉进北德意志联邦 法国的大炮就会自动发射 因此 普鲁士要完成德国的统一 就必须克服法国的统一 比斯麦和拿破仑三十都知道 这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因此都在莫马立兵 则是相对而言 比斯麦的处境更为有利 因为统一的形势日新月异 各个邦国都给予他足够的支持 同时 比斯麦和埃及球的毛子们签订了互助条约 稳住东线的同时 给自己增加了一个强大的后盾 此时 对于比斯麦来说 唯一缺少的只是一个与法国决裂等借口 来凸显出亲戚者不是普鲁士而是法国 他认为 如果普法战争变成一场民族的保卫战 就可能让难得各个邦国同行北方联邦的统一计划 1870年西班牙女王退位 这成为了普法战争的导火索 因为霍魂索伦家族的利奥波德是王位候选人中的一位 法国担忧走到福费收集 强力逼迫普鲁士劝述利奥波德不要参选 7月13日 土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压力下同意了法国的要求 定告身在柏林的比斯麦 并允许他转告新闻界和普鲁士驻外时间 普法战争的危险似乎已经过去 但就在这一天 发生了德国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 也最富有决定意义的一件事 由于普王同意了法国的要求 比斯麦感觉自己受到了成敦的伤害 正在和将军往毛稀气喝酒 打算奋而辞职的时候 受到了普王发来的电文 此时万能的多余显现了威力 比斯麦对原文次造稍加修改 令语意大变 消息传到巴黎 改动过的电文令拿破仑三世突然大怒 7月19日法国率先对普鲁士宣战 比斯麦期待的民族保卫战的格局终于形成 而此时在普鲁士的夺王威廉一世 尚寝一同入水 开战之初 拿破仑三世志得一满 宣称 这只是一次前往柏林的军事旅行 但很快就笑不出 因为他面对的不是普鲁士 不是奥地利 不是巴伐利亚或者萨克森这些邦国 而是德一制 而他却仰不如他那雄才大略的多佛拿破仑 在著名的四方战役之中 法国第一败 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兵败被俘 真是让人感叹 布纳巴家族真是德国人民的好朋友呀 公元1871年1月18日 普王威廉一世 在法国法尔赛72米长的禁厅 加冕为德一制帝国皇帝 德国统一大业至此完成 这一天正好是第一位普鲁士国王 加冕170周年的纪念日 在德国军刀和勋章光归的印衬中 一个强大的德一制帝国勃然兴起 但是也正是这次禁厅加冕 以及普法战争获得的阿尔萨斯特洛林 求以德法之间的深仇大恨再添一 但是铁血宰相却并不激进 他用战争赢得统一 却用半生来捍卫和平 正如匹斯麦冲突而矛盾的初身一样 铁血宰相的行动也充实着矛盾与冲突 他用毕生的精力绞尽脑汁挖空心思 推动了战争和武力统一 而当统一大业成功后 匹斯麦的政策就转向保守 他以俄国奥匈结盟 致力于建立并维护三皇同盟 保障欧陆的和平 同时大力促进国内的经济工业发展 鼓励投资 并致力于推动工人福利建设 他是一位保守的改革家 发动战争维护专制 但同时他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 供应养老金 健康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制度 用尽心血维护统一后 对德国人来说少有道奢侈等和平碎 正是在毕斯麦的维持下 德国统一中出现的军国主义思想被冠军牢牢 促成统一的铁血宰相渐渐牢 1888年 德伊日帝国的第一位皇帝 威廉一史逝世 继任者斐特列三世在继位99天后病故 其孙威廉二世继位 年轻的皇帝仅仅29岁 不甘心受制于这位功高盖主的统一老臣 而此时的毕斯麦已经73岁高龄 于是1890年3月18日 毕斯麦向威廉二世请辞 两天后全世界都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 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辞职 德国的领航员离开了自己的居民 年轻气盛的威廉皇帝全面接掌帝国 德国统一后被铁血宰相费尽辛苦 关进牢笼的军国主义再度被招了国人 一个强大的德国开始争取阳光下的地盘 1898年7月30日 铁血宰相毕斯麦悄然一世 享年83岁 老丞相自己为自己在庄园中的一片真雁林 选好的墓地 他的墓碑上仅仅镇刻着 逢毕斯麦侯爵 威廉一世皇帝的忠实的德国国人 而之后他的接班人却非能维持 铁血宰相之下的稳定与和平 德一支战车还是缓缓起动 需要整个世界感受痛苦与和平的珍贵 也摧毁他们自己一直向往 并追求的和平生活